最近在江苏南京长江边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长江江屯频频露脸 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拍照 最近一周以来 每天都有不少市民 到长江南京中山码头附近的岸边 等着拍摄江屯吸水的画面 而江屯最近也现身频繁 在这一周以来 每天在这里都能发现它们的身影 甚至还有市民拍摄到了两只江屯同时入境 据了解长江江屯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最近几年随着长江大保护深入推进 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江屯观测到的频次明显增加 在南京中山码头 鱼嘴湿地公园 南京长江三桥等江段 都可以频繁看见江屯 根据我们最近这几年 特别是2017年以来 连续几年对长江南京段 长江江屯总群数量的调查 此外 江苏还在南京和镇江两个地市建立了长江江屯省级自然保护区 多举措保护长江江屯 那么对穿行在保护区的一些渔船 我们也进行了一些航道的方面的一些管理 另外的话对一些穿越保护区的一些建设活动 比如说过江通道也都采取一些措施 规避了保护区的水域 这样子的话来减少对长江江屯的影响 中文字幕提供